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,中新社发留政社中坊,回应美联航社台湾名称问其弹性做法。 挑不出一个中国人责中新社北京8月30日电送会,针对美国联合航空近期在社台湾名称问题上的弹性做法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表示,此举无法挑出一个中国的根本人责和专群,有记者问。 据报道,在中国民航局要求在期限内,将台湾的称呼改为中国台湾后,美国联合航空网页上中国大陆,台湾,香港都变成了以货币选择所在地。 台湾所谓外事部门的发言人称,对美联航这种弹性做法表示感谢,中方对此有何评论。 华春莹表示,航空公司网站是台湾名称问题,由中国民航部门具体负责,具体如何处理请问主管部门,我只想强调一点,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这是客观事实,基本上是和国际共识,也是任何外国公司,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,有关人是在怎么想要有弹性,也无法跳出一个中国,的根本原则。 南河遵循,华春莹说。 南河遵循,华春莹说。 南河遵循,华春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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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华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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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